甜心電影《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》 人氣暴漲後 2016年與陳小賈希真做結婚 迎來一個寶貝兒子的誕生 愛情事業兩得意的她 把事業重心轉往大陸發展 不過人和是非多也時常遭受酸民的攻擊 2021年有位網友透過抖音 發布許多對陳妍希嚴重侵犯名譽的東西 讓她氣得大動作提告 然而16日審判結果出爐 該網友需要公開對陳妍希致歉外 並且賠償精神損害撫慰金 而律師事務所也公開網友道歉信 讓大家卻聚焦在陳妍希的本名上 在信件的開頭寫著尊敬的陳美璇女士 意外讓陳妍希本名曝光 除了引發網友們熱意外 也分分大讚本名和藝名都好好聽 請請宵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